基本的 包括冥絲 這個冥絲應該叫做冥絲 所以呢 第一個 紙筆 玉筆 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紙筆要照老師講的就是 掩壓勾隔離 就五字絕 裡面也都是這樣 剛才是這樣對不對 從來也很多人一輩子老師教你這樣以後就不會改變 然後看到人家不一樣的拿法 我又這樣寫 我又這樣寫 甚至於用嘴巴刁著寫 甚至於他已經沒有雙背 沒有雙背 用腳足筒夾著寫 會覺得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尖壓 尖壓會產生什麼現象 第一個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這樣拿 到底不是要這樣拿才對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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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古人不是頭髮留的很長嗎 他把頭髮 他不是 扇了一堆嗎 他把他稍微捲一下 然後呢 可能稍微捆綁一下吧 要不然太扇了對不對 然後呢 是髒末 髒末以後是不是會聚成一團 變成 像一個筆頭一樣 筆毛 然後再爬在地上滾 然後再亂化 亂吐啊 應該是叫亂 為什麼要叫亂 老子說亂有字也 因為亂 所以要去治理他 所以變成治理 所以亂 所以我們古文 古文的亂 亂常常變成治理 所以這兩個字其實是 差不多相同 所以亂約 就是治理國家來講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史記裡面 亂約什麼什麼 其實亂就是治的意思 其實好跟壞 其實沒有絕對的 你明明看到他是好人 但是他做了一件壞事 就是認為他是壞人 那他 他到底是不是壞人 不一定 壞人的定義在哪裡 而且他做了一百件好事 這個文章 結果做了一件壞事 被你看到他就是變壞人 那他是壞人 也不見得 好 所以會覺得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 會驚訝 當然他 這可能是中性的 因為怎麼可以 可能是可以或不可以 還沒有經過求證 或者是你覺得而已 中性 然後呢 有一方認為說 我們老師教我們這樣子 應該照道理來講 就是這樣寫才可以啊 怎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拿呢 大逆不道 對不對 然後說哇 好厲害 這另外一個說法 說 好厲害 力應該是這樣寫對不對 可是現在大家知道厲害的人 力是這樣寫 是不是 到底哪一個才是對 怎麼可以 那當然有可以有不可以 好厲害 代表說很驚訝 很驚態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人家這樣 來完成寫書法的使命 所以你看那個用腳趾頭寫 夾著毛筆寫 春蓮寫 在地上寫字的 網路上瘋傳 大概好幾十萬幾百萬人傳閱 說這個女孩子特別厲害 特別厲害 重來寫的也 我看是一般一般 因為 小朋友 如果你十來歲 再怎麼寫 也都是很普通的字而已嘛 你能夠寫著行草書啊 或者是傳閱書啊 或者是什麼 比較高檔一點的字 不太可能 還是很普通的凱書而已 那所以 如果沒有再繼續學 還是大小小小小小小 好所以 有兩種的 這個情況 第一個是怎麼可以很驚訝 一個好厲害喔 哇 敬為天人 如果你有這種情形的話 就會崇拜得要死 這個好厲害喔 像大陸有一個神總說 七八歲就寫得很好 到了十一二歲 哇真的是敬為天人 那甚至於上大學 這個全校風靡的人物 可是等到他出來以後 哇 普通普通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再繼續進修 或者是沒有往上發展 再來加上文化程度 如果不高的話 你再怎麼寫 也不過額額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你寫書法寫得很好 如果你文化程度 沒有再提升 也是一樣很普通 文化怎麼提升 都看書啊 都學習啊 比如說經典啊 或者是文學內行 文學啊 即你本身的內行 要增加 這樣才會讓你的字 更上一層樓 你永遠都是寫帖子 永遠都是寫王羲之 永遠都是寫什麼 啊 寫到後來 就是很普通啊 對不對 你沒辦法自己 寫一首詩啊 寫一篇文章啊 甚至寫兩個大字 都會想半天寫不出來 學院老師 永遠到哪裡 就會寫兩個字 就是悠然 但是悠然也很有詩意啊 比如說 陶一鳴悠然見然山啊 對不對 自在悠然啊 也很棒啊 但是 你想得出來 如果臨時要叫你寫兩個字 你寫什麼 想一想 誰要寫什麼 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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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常常講的 上次不是講過一個詩嗎 我們國小老師 那個退伍軍人轉義的 教國小的學生 喔 他佈置教授的時候 佈置教授的時候 後面寫什麼 秩序 前面就寫荣譽 秩序 現在想會覺得不可思議 對不對 那以前可能會比較有軍國思想 所以寫出來就是很符合這個那種 當朝那種感覺 要重視榮譽 要守紀律 我外面走一圈 突然間想到說 這好像只有在哪裡看得到 桃園監獄 或者是哪個看守所 對不對 那現在影光是這樣 因為只有那種比較軍事化管理的 或者是比較矯正 矯正行為的 犯罪的 才會去說 榮譽啊 秩序啊 就是這些 但是以前早期 以前就是 不要愛講話 什麼都是 都是我們老式的口頭場 對不對 但是現在比較不貴 現在比較柔性 比較屬於 內涵比較多的 因為 經歷的事情多 或者是 秩序內來會發達 然後社會也來會開放 不可能再回去以前的那種 什麼 這個 講秩序 重榮譽啊 還有揮局啊 還有什麼愛國啊 什麼比較少 當然還是要愛國 可是愛的哪個國家呢 現在又很 很分歧 因為政治的關係 這個不能講太多 因為有視頻 好 就是好厲害 所以呢 如果你 不是這樣拿 會變成另外一個 現象 或者是另外一個心理 心理的表現 就是說 哇 這個好厲害喔 竟然可以用腳寫 竟然可以用手 這樣抓著寫 不用 這樣寫 只要這樣拿腳就虧了 就像畫油畫 就像畫水彩一樣 所以有網友 網友呢 常常講說 啊你好像在畫字 我正想告訴他 畫還厲害 因為畫比較貴 對不對 而且呢 畫畫的人 老早就親門踏步 畫畫的人啊 他畫那個樹苗有沒有 畫那個樹苗 就是寫實啊 那如果畫比較實在的 就是公筆畫嘛 對不對 但是 但是 他畫那個檢物啊 叫做寫實 老早就寫嘛 畫畫的就是寫生嘛 那我們說好 為什麼不用畫的呢 對不對 喔 寫 比較像的就是寫實 比較這個 這個 灑脫一點的 叫做寫意 對不對 寫 畫畫都可以來寫 那我們寫字 為什麼不能畫 你只要畫出來 天一無縫 但我們沒有辦法 發現你的漏洞 或缺點 或者嫌惡 你是不是一定 有他的道理在那裡 我這張字是畫出來的 看得出來啊 欸 看不出來啊 好自然啊 好美喔 我是不是成功了 我收藏 塗得亂七八糟 那個也畫出來 那當然不好啊 對不對 如果你畫得成功 那我看不出你的缺點 看不出你是描摩很久 或者是塗來塗去的 那不就很棒嗎 對不對 我覺得 你可以朝這個方向 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 我們真的看不出 你竟然是畫出來 塗出來的 啊畫 沒有錯啊 我本身沒有錯 你看那個 傳書 那不是一筆一筆在畫嗎 你看那個傳書 比如說我寫來虎的虎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老虎的虎 或者是寫醋 那你不覺得說 我每一畫 每一畫都在用畫的樣嗎 畫來畫去 我們有沒辦法 就一直連一直連 那有啦 如果寫草書 就不用畫 對不對 這個是醋啊 對不對 那這個是虎啊 那就飄一下對不對 可是 你說這個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這個也有存在價值 這個也有存在價值 所以畫字寫字 其實 不能計較太多 因為我 規規矩矩的 是一筆一筆寫 用畫的 我很帥意的把它完成 那也是藝術啊 都是藝術啊 那你看 書法有時候會跟畫結合 你看 他說 虎是這樣寫的 我可不可以空敏一點這樣寫 你知道我轉幾圈 照規定要多轉一圈啊 我轉 我只要 這個轉三圈 這個轉一圈就可以了 是不是有點協議的感覺 對不對 啊 你看 本來啊 如果說 要正式寫 寫成這樣 對不對 或者是寫行書寫成這樣 那我 我草出寫成這樣 那我們 儀佑老先生 最厲害的 這個根本叫他不轉 欸 稍微扭一下 你就是以為我 我好像有轉咯 有沒有 S2啊 對不對 就是寫意嘛 意到了 即可 對不對 你不必要太在意 好 回到這裡來 我們 彈這個 紙筆 怎麼可以 好厲害 那這兩種情形 都存在 那存在的 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 都是很普通的現況 很普通 你看看一個 一個拿鋤頭的 這個農夫 他根本不是 你叫他拿毛筆 他怎麼拿 他一定不會拿 他隨便就像拿鋤頭一樣 或者是拿 這個圓竅一樣隨便拿 隨便拿 有沒有錯 其實沒有錯 你只要教他怎麼寫 他一樣可以寫出來 懂嗎 所以 紙筆 沒有關係 韻筆呢 韻筆啊 也是可以的 可是 韻筆牽涉到什麼 韻筆牽涉到字的大小 比如說 越小的字 我越 離開紙面 離開我的筆畫 越近 才有辦法寫得精細 比如說 我寫金剛金剛 五千多個字 我寫那麼小 我還要玄空來寫 請問一下 玄空 你寫那麼小的字 怎麼寫啊 不曉得過後 就下去 一個字就浮掉了 因為不精細 那你越精細 越要靠近你的 紙的紙面 如果你的紙 離你很近 你的筆 那個 這裡很近的話 這裡很近的話 背很近的話 就有辦法寫得很小 如果A大的字 是不是離開越大 那是理所當然的 對不對 所以就看你的狀況 如果你需要寫很大的字 你當然要提筆 所謂的玄空 或者是玄軸 這個叫索軸 所以我們古人說 玄軸就是玄 這個索軸 玄起來就是玄軸 如果你字不大 大概七八公分 你可以適度的選 或者是整軟 可以高可以低整軟來寫 了解嗎 如果A小的字 當然A趴的 A緊 所以有人說 寫小字就是賣命 為什麼 因為頭比較低啊 低久了以後 我們年紀稍微大一點 就知道說 如果你低久了以後 這個脊椎會受傷 脊椎會受傷 大概到第四節第五節之後 你的腰椎也是第四節第五節 所以不能讓你的一個姿勢 幻現太久 太久會出毛病 就應該常常動來動去 讓你的骨頭啊 筋骨啊 還有那個軟骨啊 靈活有彈性 就比較不會受傷 所以呢 指筆硬筆 不能固定一個姿勢 不能固定一個距離 要看情況 然後適度的讓你的身體 能夠活躍活潑 靈活 就是第一個迷思 第二個 第二個 字體 上禮拜我有講 從楷書入手OK 對不對 從別的字 入手也OK 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古人都給我們很多的例子說 他不是先從楷書入手 或者是他楷書根本寫不好 但是你能否定他是書法家嗎 不能 但是如果你都寫得很好 從楷書比較方便入手 然後建設別的那邊 草立傳啊 行草立傳啊 如果能夠多寫得很好 當然是最好的 如果你說我只會寫立書 或者是只會寫傳書 或者是只會寫行草書 可不可以 都可以喔 你不要認為不行喔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某些人的楷書寫得很普通 但是草書寫起來掛掛叫 而且呢 真的他賣 不是他賣 他被收藏的好多都是草書 因為有達到那種 讓人家佩服感動的那種 這個氣氛啊 或者是那種氣勢出來 我會寫這樣的草書 比如說 我會寫這樣的草書 我會寫這樣的草書 對不對 但是我會這樣寫嗎 我會這樣寫嗎 我不一定會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種楷書裡面 牽涉到太多的關鍵筆法 比如說 放這一話 南話 這一話 有時候鮮話都化不好 這台灣人講的 鮮威威威威威水 對不對 好啊這個 這個 那 一波三折 我 為什麼每一次 一波就好幾折 甚至一波就只有兩折 畫不出來 那種感覺不出來 寫就寫不出來 為什麼我就寫不出來 沒有辦法 確實有人寫到一輩子 就還寫不出來 因為我的朋友也是書法家 教很多學生寫的 都得獎 但是他這個勾就不會勾 我那個朋友還不會勾 我不是跟你們講說 他每一次要勾的時候 勾到這裡 比喚畫到這裡的時候 畫到這裡的時候 屁股要先扭一下 換個方向 然後再把它彎過來 那你覺得這樣勾對嗎 一定是不對啊 但是 看來是書法家 為什麼 因為書法有太多的東西在裡面 你不能再糾結在一個點 一個筆畫 一天到晚都認為說 只要這樣才可以 其實不然 其實不然 你看 順風秋葉 我相信這樣寫 你只要描摩幾遍 你是不是就會了 你不要笑真的 真的 你老師等一下每個人都寫幾個字給你 你回去描幾遍 我會寫草書 我會寫很棒啊 真的 一樣畫我 對 而且畫久了就很棒 而且你省了一彎 或者是多了一彎 也還沒有關係 而且搞不好那個變成你的特色 知道嗎 所以 寫書好其實 沒有什麼 比如說 我再特別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說 天 天 這樣對不對 好 那有人說 我說我畫不來 我只能畫這樣 我只能多畫一個 或者是我不想去多畫一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誰說不可以 但是天如果多畫一個 就變成不一樣的字 就不好看了 所以最忌諱就是畫一個變成別的字 或者是 另外一個字 那就可能會被拆錯 被解釋錯 所以如果 台線像這個天 可以多一個 或者是像文貞銘有時候 這樣子 喔 像怡若任 喔他 我最佩服他是 最簡省啦 反正是最簡單的筆畫 最少的筆畫 幾乎都是他寫出來的 因為他是推展標準草書 他要讓草書真的是 嗯 很草 然後很簡單 大家都可以學 喔 所以 你看 多畫一個 多少一個 沒有什麼關係啊 但是 有的還是比較有機會 比如說 比如說 這樣對不對 這是什麼字 或者是這樣 什麼字 這個是手對不對 如果多畫一個 變成臉 會解釋錯誤 懂嗎 所以 有時候 欸 你可以多畫一個是 無關幾樣 可是多畫一個 有時候會變成不一樣的字 就比較不好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 常常看書 常常吸收一些知識 包括 像我最近看了一些漢簡 漢簡有時候都很簡單 就看那個樣子很像 所以要去幫他找資料 喔 原來就是這個字 不一定說有什麼標準 但是 有一點 約定俗成 就像我們講話 也是約定俗成啊 我現在寫的都是草索 但是 約可以這樣寫對不對 也可以這樣寫 約 定也可以這樣寫 啊 俗 嗯 所以你們看不懂要問一下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 你可以從 像趙之謙從曆書 來寫 傳書 用曆書的筆法來寫傳書 用曆書的方式來寫他的行書草書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 我覺得 你從楷書入所當然是比較方便 因為看得懂 可是用別的字體 或者是我楷書寫不來 我可不可以寫書法 或者是入門書法 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像有用 宜曆立書寫行草書的 也寫得很棒 你看那個 我拿到那個宜曆的版本 最後面寫那個拔語 拔語就是寫到那個 那個碑的最後 最後的 再介紹這個碑的 叫做拔語 說哇 用那個立書的方式寫行草書 我驚為天人 說哇 以前怎麼從來沒有看過 然後 後來看到 但是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我在石川拿到一本一頁杯的字體 所以 那已經隔幾年 四十幾年了 四五十年 好 就是字體 從哪裡入手 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大有為的 大概今天跟大家講的這兩件事情 那至於怎麼拿筆 可不可以 你覺得舒服順暢即可 那怎麼運筆 看你的字大小 然後呢 你從哪裡開始入手 都沒有關係 寫什麼字體都沒有關係 來試試看 如果站在書法藝術的眼光 很多事情 都要破除那個意見 既有的觀念跟意思 好 大概就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要問 你要問嗎 你要問嗎 沒有 你在打瞌睡 沒有 最自稱吵打瞌睡 是不是講話講得很大聲 吵到你了 哈哈哈 okokok 好ok 謝謝